我们也许可以将来跟日本 这个选一个城市做双城论坛 那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 桃园作为机场城市 大约三个小时的航程 就可以抵达日本成田国际机场 以及各大亚洲主要城市 而桃园市的人口227万 市民的平均年龄39岁 是全台湾人口成长最快速 而且最年轻的城市 所以我们接着要请教市长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 您要如何推动更多双边的青年交流 我想有很多方法 过去我们的青商对青商就有很多交流 像我自己参加的桃园青商 跟日本的热海青商 那就超过了40年 我自己到日本去访问 也曾经访问他们 规模非常大的一个青商 或者是大阪青商 那人数超过一千人 他们有很多政界的人才是从JCI出身 青商也算人才摇篮 那包括现在日本的这个原来的副首相 麻生太郎先生 也可以讲是青商领袖 对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交流 那另外我觉得在那个推特或社群媒体上 目前日本的年轻人用的很多 那我们是希望也能够多用社群媒体交流 事实上我自己在这个凤梨事件的时候 我也发了一个推特 那个时候包括日本有一些高人气的 这个推特组都帮我推推介出去 形成一个很好的讨论 包括岸信夫这个防卫大臣 他之前他也帮忙推这样的推特 代表他看到我们的意见 那另外我们做了很多的视讯 那因为今年因为疫情不能够 不能够做实体交流 那单单跟日本我就做了九场的 视讯的交流跟对话 那包括像这个千叶县新任的知识 上任我们也跟他做视讯 那包括像还没有成为 友好城市的工程县的知识 我们也谈到了这方面的 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民化 的引进民间力量 促进了城市建设的一些论点 那我是觉得不因为疫情 让我们减少了交流的脚步 所以市长您在城市外交上 用了非常多的力气 我今天为了来桃园市跟您见面 特别调查了一下 桃园市竟然是台湾 最多日本的大企业集中的地方 我今天从台中开高知公路过来 就看到了丰田汽车 资生堂 这在日本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公司 日本是一个高度分权的世界 中央地方都有自己的力量 大企业 中小企业都有自己的力量 不晓得为什么 日本的大企业喜欢在桃园市设厂 不晓得我们桃园市或市长您 有没有用了什么样的努力跟功夫在这里 个人的魅力 可以招商 我们现在重要的日系的企业 大概220家 那当然还有其他合作的企业 那在传统的产业上 日系企业很早就来桃园投资 那我当市长又也成立 这个单一窗口全程服务 然后特别是日系企业 我也做了这种固定的高峰会 跟他们直接对话 那我们桃园日系其实还蛮多的 像丰田 トoyota车厂 像 Mizupeche车厂是在 这个杨梅跟中华汽车合作 像刚刚提到的自身堂 像这个我们大家最喜欢去的 S-Park 它是日本横滨八景岛公司 他们在海外的第一个投资 那也包括有许多像YKK 它也不断的设厂 那像这个Unicolon 这个它的发货中心也在桃园 那这几年 这个物流业也都进来桃园 那日系的企业有个特点 他们来了很在地化 然后也非常的注重劳资关系 那也非常注重诚信 跟当地政府沟通都很好 像我们前一阵子为了 为了要做一段排水系统 要用到YKK的土地 那他们就完全配合 他们认为这个是日系企业在台湾 该进的义务 那我觉得他们会选择桃园 或者不断加码桃园 当然有很多因素 我们比较年轻 我们的这种区位条件很好 临接台北跟新竹 我们有国际机场 跟临近台北港的优势 那另外我们有很好的工业的聚落 供应链非常的完整 那我觉得日系企业在桃园 真的是特别多 大概是他们投资的首选 那我现在也是尽量的 报边更多的这个工业区 我们叫地方型的产业园区 希望协助他们取得设厂的土地 因为日系企业 他们都有一种永续经营的观念 他们并不是说 做很短期的考虑 而且我发现 日系企业他们都是把 年轻的干部也派到海外 再回到日本 他们要进 他们要本国跟海外的两种资历 而且他们的 有时候他们都带着家庭来 所以我们也要创造一个 这个外籍人士友善的环境 家庭在这边上 小孩在这边上学 对 那是以后的一个非常长远的交流 对 所以我想 整个来说 我觉得桃园当然是个企业投资的好环境 那日资企业来到桃园 他们一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 他们觉得在这里 让他们 企业的永续发展 得到一个很好的基地 市长您刚刚回答了非常非常的详细 不管是城市外交 或者是招商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双边的互利 日本会得到好处 我们桃园市甚至整个台湾都会得到好处 对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交朋友 没错 那我们知道台北跟上海之间也有交流 对 有一个城市论坛 对 那我以研究日本人的立场的话 桃园市应该也可以跟日本的很多 注重工商的 比如说东京大阪 特别是现在的大阪 日本维新会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得到了大的胜利 大阪方面说不定也可以变成跟桃园市 有互相的论坛的往来 建构这样的合作机制 说不定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们跟大阪也有交流 那大阪的地铁跟我们桃园的捷运 有签了捷妹市 我们也用我们的桃园公司的机场捷运 那签了日本的三个 地铁做捷妹友好关系 那我们一起发行旅游套票 然后我们用列车彩绘 那他们的 他们重要的城市介绍 在我们的列车上看得到 我们台湾的意象 桃园的意象 在他们列车也看得到 那这个方式我们也用了好几个 另外一个用这机场交流 我们桃园国际机场跟日本很多机场 都是捷妹机场 所以就是捷运对捷运 机场对机场 城市对城市 我们绑在一起交流 那这个效果也是很好 那有的没有签捷妹市 像大阪我也很熟悉 那我觉得去大阪 也是我们台湾旅游的重心 这叫金板神 很多人喜欢去 对 去他们大阪的商圈 这个逛街 那我是觉得 当我们自己的招商论坛 也有分作这种 包括招商论坛 土地媒合 那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将来跟日本 这个选一个城市 做双城论坛 那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跟他们的城市 有很多地方是互相值得学习 那固定如果能够有 跨国的双城论坛 我觉得是很好 这个方向我会努力来完成 那另外 另外我们也是希望说 未来这种投资的协助 对他们来讲还是蛮重要的 那双城论坛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进 这个彼此的信任 彼此的沟通 进一步的让经贸 文化 教育 观光 这些面向发展得更好 那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提议 我会朝向这个双城论坛的方向走 台湾的确需要更积极的向外商招手 而我们提到台湾首张 全网营的营业执照 由乐天国际商营取得 环宇看东亚率先访问到 乐天国际商营的总经理左伯何彦 他提到乐天集团拓展全世界 有三大关键 就是品牌会员制度跟资料 其中品牌形象主打的就是 乐天桃园棒球队 我们大家忘不了那一幕 当时桃园队反攻追分 社长跟拉拉队们开心的热舞 结果突然就被乐天拉拉队高高举起 社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时您的感受 那没有预期 那我经常去看棒球 那有时候我去加油的时候 我们乐天桃园队就是 非常热情 平平得分 我是这个得分的那个 重要的十号球迷 你要每天都要去 我都没有每天都去 结果那天我们想到乐天女孩 就把我抬起来 就引发了网友论战说 这么重抬得起来吗 他们可能私下已经有练过 对 其实我没有那么重 那我想乐天到桃园来 那么能够成为我们 这个Lamingo 下一个接手的球队 那他们是整体来经营 台湾的市场 那其实我们跟这个 在地的职棒球队是非常密切 我是在台湾第一个提出 职棒要在地化 然后职棒要这个城市化 然后职棒要能够成为 跟城市绑在一起行销 所以我们每一年几乎跟 这个职棒球队办的活动 最高峰办到大概50场 所以我们其实是用棒球 来做很多交流 有时候我们也要请大使来看球 我记得上一个AIT的处长 丽英杰处长 他还在我们职棒 这个全球首发开打 因为全球都停了 首发开打 他还特别去担任投手 那他也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我想这个棒球 不只是城市的一个共同语言 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 国际交流的一个 对 对 日本 台湾跟美国 是三个最喜欢棒球的国家 那这棒球是一个 很好的共同语言 其实透过棒球 就可以跟日本非常多的城市 更充分交流 对 球迷交流 我上次去大阪 就是跟那个欧利市 我去看他们 他们那个球场 那有百货公司在一起 它是一个室内的dome 那我也看 帮跟欧利市的社长 一起去加油 所以这很容易拉近距离 好 当市长您被高高 举起的那一刻 或许从不同的高度 您可以看到更清楚 未来的目标跟方向 非常感谢桃园市长郑文灿 接受环宇看东亚独家专访 我们也祝福桃园市 在您的带领下 继续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谢谢市长 谢谢